大神马现在黑子很多 明白 黑子很多 其实吧 我在一两年前就有心理准备 因为如果是我的老观众 可能会记得我在一两年前说过一句话 这话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们主播啊 这个 算了 还是不扯 感觉扯的不是很像 先红开 我们惩戒 把他给收脚传 我们是阿萌萌萌 中极 抓一波中 上路的话可以过塔强杀 我先回凌许去 回凌许去 这回波很快的 再回一波 这个回波不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这个 我绕一下 但我的E没好啊 等一下 他有闪 要防止他交闪躲我E知道吧 所以呢 我们不能闪追的 闪追是不行的 只能一闪 不能闪E 因为古拉加斯的闪E实在是太老了 太容易被闪现躲了 诶 那你这个血量 你下一波怎么打 打他闪E 必须要闪E 闪E一旦命中他是肯定死 但是他往那边走了 那我们就没机会了 可以考虑搞一下这个天使 天使的信 打得有点拼 好 我又来了 他也来了 他没擦眼啊 这个泰龙有闪的 诶 完了 好 诶 这个有点僵硬 不要着急 我们看看啊 因为这个泰龙的话呢 那我现在只能打泰龙 他跟我拼 他要交易 我知道 你跑不了 因为我这波还是有E闪 他的 啊 木木也是死了 所以啊 我一定要怎么样 知道吧 要喝酒 不然他能跑掉 这个应该是抓不到 算了 我们吃一个死甲虫回家了 他的阿木木死了 被火难收了 其实够了 这个泰龙这波 我主要是没视野 所以我在闪的时候 这个视野啊 会丢失 所以丢失的话 那我的肉蛋冲击 没有打中 其实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对吧 这个就跟技术没什么关系了 这个就是说是 猜心事 猜心事它其实不是技术 你能猜对就可能猜错 对吧 所以他跟技术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我的思路 就很OK 思路就很OK 好 淘加1600 事实就是这样啊 我们 买这个吧 直接出CD书 我这样的移速会有点慢 阿木木现在去这边了 要么就偷我蓝了 所以我先给周末个信号 他身上没蓝 说明蓝Buff没打 他一直在抓下 那我先 吃一个蓝Buff 他没想到我Buff一直没打 可以 我暂时不用太着急 他已经到6了 我也溜了 我们抓上 抓上 因为下路 剑机不是跟我抓 死了 死了的话呢就刷野怪 好我们看看中路行不行 中路抓不到就给他一些压力 先扫描一波 没有视野的 没有视野的 但是 怎么样才能把他收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有大 这波可能会把他大给逼出来 宝收 已经被我们逼了 但是呢 小心他这个草层里面的人 我有大 我准备好了 空了一波 大招 但是呢 他 他 这也倒不是很大 还是杀 我这波为什么会空打 是因为我想炸两个 你知道吧 我如果只炸他一个的话 是不可能空大的 明白吗 我想炸两个 有点贪心 好 我这把主要是热热手啊 所以这波gank呢 就很盲目 被阿木木反包了 没伞 没到 死了一波 不是受零头啊 我在为下一把的战斗做准备 手感不是很好 说实话 因为这把赢肯定是赢 我们下路已经那个了 肯定是能赢的 复仇一波 抓到他们的事吗 好 好 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刷鬼屎一样 很明显机器人 那为什么要到我直播间来刷鬼屎一样 先试一下 Ambi 在下谷 哦 哎呦 这个小阻位很重要 这个闪现 A死这个天使也很细节 为什么很多人在刷鬼子一样 再爆破我的直播先 好回家 我们来个精神 有回生吗 好像是有,现在没有了吧 来一个 再来一个苗表 现在出苗表有点奢侈 有点奢侈 我觉得这把已经赢了 有一种躺赢的感觉 我挂机都能赢 这把我挂机的确能赢 因为他们也少一个人 但我是一名主播 我不能挂机 我不能有挂机的行为 因为 会非常的不好 他死了 这个人头我们收了 你想夺我的技能 是不太可能的 K他一手人头 K投资王 这个虾谷到现在还没吃 我们去把虾谷 来来来来 你把眼睛给我打好吗 眼睛给我打 大司马老师 请叫我电竞无厌阻 怎么样 认不认同吗 你可以不认同 你跑不了了啊兄弟 来 上 我来顶座 他如果敢打我的虾 没事我有精神 他不敢动你 他只能动 你敢动我 我蛮 还能再撞一波 哇这个好赚啊 这么一点血 来个 没讲的七红圈 再来一个 呃 呃 欢乐时光 就要开始了 谁啊 我感觉自己 我感觉自己 甚至不 我感觉自己甚至不 以太难做的 在这儿 我得 不要这样 啊 为什么 我们不太会 我看 这个 我记得 我没有 interrupt 你 我不是 大龍都沒刷 放棄吧,這一包,他們其實放棄 這個人頭,我覺得是必吃的呀 這兩人我們殺,紅怒Q 給你來一套,他懵了 為什麼會直接滿血被我古拉加斯撞死 我傷害已經超出了他的計算範圍 來個回首套,結束這場比賽 別打我 你會發現 我接下來這套會很帥 帥不帥 還可以 有點秀 有點秀